美国汉妞看不起中国姑娘 开场不碰拳 直接动手 最后遭暴揍大哭 泪洒全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河南 今天是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快乐 合家团圆 万事如意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小河南的成名之作 中国香港大妞暴揍美国小姐的故事 首先出场的是 来自美国的莎埃娜考克斯 考克斯近年只有19岁 非常的年轻 但已经在美国流窜打比赛很久了 乌黑亮丽的卷发 就像卷卷薯条一样 哼涌而出 考克斯很酷啊 没有表情 本场比赛本身就是在美国打的 所以说也算是 莎埃娜考克斯的主场作战 楼底下都是亲戚朋友啊 各位吃好喝好喝好吃好 下面出场的是 中国选手邓祖儿 邓祖儿来自中国香港 这是他第一次 代表国家队参加比赛 也是第一次来到海外作战 可能会比较紧张 邓祖儿年纪不小了 比莎埃娜考克斯要大10岁 这场比赛我看了不下30遍 每一遍都印象深刻 莎埃娜考克斯 比邓祖儿要高6公分 职业战绩9胜2负 0次KO 是一位体能健常的选手 9场比赛 没有一场不是打满的 比赛开始 哦天呐 邓祖儿忘记了防守 他被对手吓住了 莎埃娜考克斯 忽略了碰拳 直接开打 还好他挺过来了 好 裁判停止了比赛 双手高举 莎埃娜考克斯 非常激动的 抱住了自己的边角 我做到了 我赢了 但是经过平台的商量啊 决定继续比赛 由于对手的攻击杂乱无章 导致邓祖儿有一点应接不暇 裁判此时 其实心里是偏向美国小妞儿的 他在观察邓祖儿 如果邓祖儿没有反抗的动作的话 他可能会随时交给美赛 两人终于拉开到了正常的距离 这个时候就该邓祖儿登场了 的确一开始邓祖儿是没有打出优势啊 被这个美国小妞儿给吓住了 之后恢复得很快 这是邓祖儿第一次打职 这个职业比赛啊 之前可能就是一个爱好者 或者说他此前可能是在体制内打比赛 再看打那个女子五十七公斤级 但是他身高非常高 你看他说那个美国小妞儿考下来 购买的资料是 虞高又是七六 而这次的重点身高就是七五 如果购买的身高呢 可见这个是 纪录部也好专业也好 就是像他这么高的身高的 女选手并不多见 好 分阻啊 他就反击了 而且赞就了一定的优势 他退维的时候 他这个吸引中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沙埃娜考克斯这个美国小妞 他的攻击方式非常单一 而且几乎不防守 他只会往后退 用游走的方式 能不能打得到 就看邓左儿追不追得上 然后两个人就在这个场地中央 绕来绕去 旋转跳跃 我吐一脸 邓左儿正常发挥 此时中国选手的支持率 只有43% 而美国选手呢 57% 你看 本身是还剩10秒的零 结果沙埃娜考克斯以为 是结束了 可见这个美国小妞 确实经验不足啊 嗯 我们中国双方的认为的主要来看 就是 呃 美国的逃避 也就是开局的时候 还有一点 那么到了新韩子的时候 急不就被现在 邓左儿 有点逆算 对 有点逆算 慢镜头回放 这个开局 嗯 刚一开始 的确 邓左儿 接了很多重拳 对 你看 对 沙埃娜考克斯 连续的直拳 刚才一个直拳 打着 瘦瘦直拳打得挺准的 你看 不要结束比赛的样子 而且没有什么规律和节奏啊 然后裁判就被迫终止了 嗯 但是迫于昆仑爵平台的压力 这是中国的比赛 必须给我打完 行吧 硬儿头皮继续上 第二回合 从第二回合开始啊 两个人的支持率就开始出现两极反转 第二季比赛是会延续第一局呢 还是双方都改变了战数呢 邓卓尔通过第一回合的适应 第二回合的目光也更加坚定了 他开始渐渐去了解对手 他发现这个小牛啊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赛经验 他的那几场可能是在美国的哪个州里面 那美国太多州了 那美国的州里面的某一个小小农庄里面的比赛 也算是比赛经验 就像是某个小区里参加的比赛 乡村大舞台 所以他的这个比赛的战绩 韩金亮几乎为零 可能还不如邓卓尔 没有参加过职业比赛这样的拳手 此时山洋大黄克斯已经害怕了 哦 意外从这里开始了 莎莱纳考克斯的假发出现了一些状况 抬判见状啊 说哎 这个小姑娘怎么回事啊 这个装备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假发也算是一种装备吧 那美国边角呢 正在检查莎莱纳的这个头发 但是一个男的怎么会懂一个女生的心思呢 他不懂 你看他摊开双手说 我也不知道你这假发 我不管 你必须继续比赛 而莎莱纳考克斯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比赛继续 哦 你看到美国小妞的假发已经完全掉了 她双手无脸 假发似乎才是莎莱纳考克斯的本体 整个人是崩溃的 假发一坨 掉在地上 裁判直接给扔出场外 美国小妞啊 丢掉假发之后 完全没有信心了 她还在用拳套去整理一下自己的面容 看来是一个外贸协会啊 非常注重自己的礼仪 很有礼貌啊 一般 讲礼仪的人都非常有礼貌 莎莱纳考克斯表情猙獰 很疼 我刚接的假发 你给我整掉了 你这打得跟闹着玩似的 没办法 莎莱纳考克斯太年轻了 攻击的这个防守相对来说是比较消极的 他基本上没有特别反击的手段 自己也不能 托克斯向边角求助 我的牙套都掉了 真的很疼 凳子玩吐过来 定心 邓佐尔展现的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一种 坚韧顽强的毅力 不管有什么别的特殊的意外 比赛才最重要 第二回合结束之后 莎莱纳考克斯其实已经得想放弃了 但是她不敢说出来 小孩嘛 哪懂这些东西 懂事比较晚 这叫什么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反而家庭困难的人呢 会比同龄人要懂事的更早一些 你看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这个时间段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些人三岁就懂事了 像个人精一样 有些人五六十 还没获得到 第三回合 决胜局 看这个南方圆走 考克斯是不是可以恢复到这个 考克斯有种破罐破摔的感觉 第三回合 最起码要把这个比赛打完 要保证比赛完整度 邓卓的拳架偏低 而且 打直拳的时候 没有什么力量 他的交叉拳 他的点不在一个点上 是x型的 总是打不准 他现在他现在已经打懵了 不知道我还怎么打 对 再一个他没有谁打 那么我说我这拳手拳 我想控制对手 才会这种这场顶不住 对 又顶不住 你看 现在是没有这样 这么 我这拳拳根本都没有 你看 对 处在一个 处处的一个 啊 沙安娜可普斯 有点想回家了 他想妈妈了 这个南方应该打得更积极一点 对 把那个第一局那个气势打出来 现在啊 卡克斯受伤了 他哭了 不行了 不行了 都哭了 没脚流血 哇哇哭啊 对 裁判也是非常宠溺的 这个在做安慰啊 因为因为这个小将 确实年龄比较小 在19岁的话 应该 国内其实也有这样的 伤害挺严重的 也有 啊 19岁的和29 39打比赛的 大多数都是 开你的cake 就是 孩子 少年 青少年 18 9 岁 也可以 用戏 异常的活力 他倒是没有受什么伤 而且看上体能还比较充沛 平台方在安慰 杀娜 那样是万秤了 安在给你夹五百的将军 好吧 比赛 继续 为了我心心念念的哭泣 Prada LV包包 我也要硬着头皮上 小小年纪 打比赛贴不家用 这个美国女孩 也是值得我们去欣赏 之所以我这么说她呢 肯定也是有一定理由的 这个女孩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她就是 第一回合没碰全 那个时候不太讲理 我感觉我好久都没有说这么多话 现场的知识率开始 天翻地覆 在比赛的最后 美国小牛几乎没有防守 也没有攻击了 就是硬扛啊 当沙包 比赛结束 此时的比赛结果啊 我们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谁输谁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但是 比赛结果也算是 本场比赛的一大看点 我们来看一看 比赛结果 居然是平局 美国小妞也是一脸懵逼 但是邓祖儿呢 还是 非常友好的拥抱 安慰了美国姑娘 在下场之后 美国观众也是给邓祖儿 投来了欣赏的掌声 在采访环节呢 邓祖儿表示啊 自己是赢了的 只不过自己比较紧张 对手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 被我打得很惨 美国大妞 沙耶娜考克斯 也是非常明视的 他说自己对评判的 结果非常的不满意 他觉得是对手赢了 他自己对比赛结果 觉得非常不公平 其实把对手打服 也算是一种获胜吧 好啦 本期视频大早结束了 喜欢我请多多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